同学们,我们上个video讲完了 陆生植物的这个支撑系统过后呢 我们接下去就会讲这个 Aquatic plants就是水生植物的支撑系统 OK,然后Aquatic plants do not have woody stems because they are supported by the water buoyancy force 我们的这个水生植物呢 其实跟我们的水生动物是一样的 那因为他们长期呢都是在水里面就生活 所以他们这个植物体呢是没有这个woody stems 就是没有这个木质径 也没有这个木质的组织 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呢 植物体都是由这个水的浮力 就是water buoyancy force所支撑的 所以跟我们的大型动物也一样 他们的骨骼为什么那么小 那也是因为他们呢是由这个水的浮力 保住他们支撑整个的体重 Aquatic plants have arachymal tissue that contains a lot of air space in the stem root and on the lip 这个arachymal tissue呢我们叫通气组织 这个通气组织呢里面有很多这个空气的 这个我们讲气囊啦 OK Some of these aquatic plants have airsets and hollow stems to make it easier to flood on water 还有另外的一些水生的植物呢 它也会有这个我们的气囊 或者是它的那个茎呢是中空的 OK 中空的这个茎 那中间就不是实心的啦 有一些是空心的 就是让它里面有空气让它容易浮在这个水面上 OK或者是在这里面也好它可以漂浮在水里面 OK 所以这一些arenchyma tissue或者是我们的asset呢 都是让它们可以漂浮在水里面的 那我们有两种aquatic plants which are submerged aquatic plants 就是在水里面的水生植物 such as hybrilla 我们的黑枣就是水下植物 另外一个就是floating aquatic plants such as water hyacinths 这个就是浮游水生植物 水浮连 OK我们的这个hybrilla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藻类就是这一种的在水里面的看到吗 这一种有很多人就是去养鱼的时候呢会买来放在鱼杆里面的因为它可以制造这个空气 它可以进行这个光合作用的 那我们的办公室外面其实也是有老师在那边养这个这个藻类 然后它是拿来制造空气的如果以后我们回到学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在办公室外面用一个小鱼杆养着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水浮连 OK水浮连它就在水上面的浮在水上面的很漂亮 OK我们这个要打猩猩啊 所以刚刚我们就是讲它的这一些特征过后我们看aquatic OK我们先看summage aquatic plants就是水下的这个植物 那里面呢它会有big air set in stem and leaf make it easier for plants to flood in water 这个呢虽然它在水下的这个植物它在水下生活的 但是呢它也会漂浮就是在我们的我们的水里面摇摆 那为什么可以摇摆呢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大的air set就是气囊 OK在那个stem跟叶子那一边净的叶子那一边让它容易的漂浮在水里面 slim and tin leaf reduce the resistance against water current 那同时呢它的叶子是比较瘦小比较薄形的 这个呢是因为要抵挡着这个水流的阻力 OK水流来冲下来的或者是水会有那个流动嘛 这样子还要减少这个摩擦力跟这个阻力 Soft and bendy stem prevent the stems from breaking from underwater current 那它们的茎呢也是要有稍微弯曲跟比较柔软的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能够抵挡这个这个水下的一些流动 OK因为有时候水的流动可能会比较比较大一点 OK那它们如果不软的话呢它们很容易会被水冲断 所以它们的这个茎呢通常我们是要柔软 然后要有一点弯曲的可以降低这个断裂的可能性 the presence of erenchyma tissue里面也是有这个通气组织的 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另外一种flirting aquatic plants 就是我们浮在水面上的这个浮游水生植物 里面也是有big air set in roots 它是根部跟叶子 所以同学看到有不同的地方吗 这个submish的话是stums and leaves 而我们的flirting呢是root and leaf make it easy for the plant to flirt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因为它是整朵这样子浮在水面上的 所以它的根部呢首要也是要容易浮在水面上 big and broad leaves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 然后不同的是你发现到它们的叶子呢是比较大片的 好像荷叶啊那些啊就是粘叶啊就是比较大片的 相信同学应该会看过 OK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增加它的表面积让它浮在水上面 hollow and big stems increase the buoyancy force 那它的茎又怎么样呢它的茎是大但是它中空的 就是它空心的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它的这个浮力 the presence of aronchymal tissues 它的里面呢也是有这个空气组织的 OK so这个是我们的呃 我们讲俗称海草啦它是黑枣类啦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浮连 看到吗它们的特征是有少许不一样 不是有少许的其实是截然不同啦 这个是它比较瘦小它的叶子呢是slim and thin的 这个呢是big and broad就是要增加它表面积 可以浮在水面上 我们看一看它在水里面的这个星星 这就是我们的海藻类 海藻类 它是可以直立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的 就是它在水里上可以制造氧气 好像里面叫森林钓子 它这个是在水里面呢同学 所以上面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可以拿来种植类似 你去可以养它这样子的 ok 接下去呢到93面的 determining the age of the woody plants 那其实我们的植物有没有年龄的 其实这个植物是有年龄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看它年龄到底是多少 ok the age of the woody plants can be determined in two ways ok 一个呢就是counting the growth rings that are found in the trunk of the woody plants 就是你可以看它的年龄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年龄的 你看到吗一圈一圈的 一圈就代表一个环代表一年 ok growth ring of the chopped woody tree 这个你要把它砍下来 你就可以看得到 to count the growth ring the tree needs to be cut down first 所以有些是它有必要的时候 比如说它要用到那个木的时候 它出去砍 砍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 它有很多这个年龄 the growth rings seen in the trunk are counted each number of rings represent one year of the tree's age 所以你就算它有多少团了 多少个圈 ok 它就是多少岁 另外一个如果你不要砍那个树的话呢 你就用这个方式 counting the growth rings found in the woody plant trunk that has been born 就是要把它转口 用一个特殊的仪器 我们叫increment borer 碳木转去转进去 然后呢就把里面的这个 一部分的木跟它抽出来 ok 等一下给你看看它的video to count the growth ring without chopping the tree the tree is brought with a special equipment call the increment borer ok 它是这样子的 看的时候可能同学不太明白它怎么样操作 我们来看看它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人呢就是用来用野树 今是这样子的 ok 今是这样子的 またその場合には木の中心を通ったかどうか 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になるので 木の中心はどこにあるか 実際にはなかなか分からないわけ をまきにしなきゃ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ok 开始 ではここからゆっくり出ていきます 慢慢的转进去 ある程度まで入ると こうスムーズに入って 一开始转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難一点 当你转进去的时候呢 就比较顺的 ok 必要なのは年齡情報なので それで真ん中の辺りまで入って と思う時点で 通常我们是去到中心点的 大概大概这样子 ok 然后这个呢 このスプーンで 中のコアを取り出し 插进去 插进去 然后转一转 扭一扭 ok 就可以取出来了 所以 这个是有点点断裂 然后你可以退回去的 这个就是我们取到 那个 树里面的 部分的这个墓穴 ok 可以把上面的那一截 推回去 如果他有 線条的话 还有环状的话 他这边是一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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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ok ここに年齡情報が刻まれています ok 一截一截一截的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因为这是耶稣 比较不一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看状的这个用符 ok 接下去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the tree's age in foresty is to determine the average age of the tree 我们要知道这个树啊 它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然后to know the growth rate of the tree 那你要知道它的成长率是怎么样 to know the quality of the forest area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at the certain age 这个是做研究的啦 我们要看这个这个森林的这个面积啊 它的这个quality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通常你也是要看它的一些品种的这个平均高度 来决定它的这个一些quality的质量 then would allow the scientists to predict the productivity of an area towards the flora and fauna 让这个科学家呢可以预测这个滑草树木的这个产量到哪里 ok relating the support system and the stability in plants a plant is said to be stable in its position if it does not fall easily due to the strong winds or handled by animals 所以如果那个植物呢如果它不容易被风吹倒 或者是当它被植物抓住的时候不容易断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叫它为比较稳定的 there are two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of plant 其实跟我们动物一样就是center of gravity and base area the stems and roots of plants are usually modified for additional support and added stability 所以通常这一些我们的植物的根部跟进呢 它会时常会作为这个演化或者是进化 变成另外一类的额外支撑系统 去增加它的这个stability 就像我们之前所学过的那五种 有板根啦有蜘蛛根啦 okbust purchase root啦 crete claspin root啦 我们的pop crop roots 还有我们steel roots 以及tentrile for example a tall tree such as the angisana tree theoretically shouldn't be stable due to its heightened center of gravity 所以你越高的话呢 这个重心点 它的这个就越不 stable 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椅子是一样的道理 however with the root being modified into patrous root 这个是板根 that spread across the ground surface the angisana tree is able to stabilize itself in spite of its height 所以呢它就是会改变它自己的这个根部的构造 ok 延伸到它的那个镜上面去 这样子它就会增加它的这个表面积 让它就更加稳了 ok 这一张呢我们是上完了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concept map我们的总结 我们有animal 有human 有plant的这个支撑系统 ok 所以animal的话我们有分为外骨骼 还有内骨骼 以及我们的hydroskeleton就是流体骨骼 ok 所以这一些就是它们主要的这个重点啦 ok 所以我们这一张就讲完了 我们过后会讨论阿玛丽 ok 谢谢大家 ok 记得要加油把这些课件慢慢的看完它 ok 谢谢大家